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他给人质手机为了防止人质打电话报警或者联系什么人 他把人质的嘴缝上 这样他只能发短信给家人和熟悉的人 双手被绑又在狭小的空间里 人质发出那条短信已经是很吃力了 也避免了他联系过多的人 而且被埋在地下的手机信号也很微弱 这也让我们难以锁定手机的位置 这些罪犯都仔细想过 这是一个很有犯罪头脑 思路周密的家伙 他用这种绑架人质的办法 可以轻易地单凭一根管子就掌控人质生死 杜志勋分析的时候 刘飞检查了箱子底 又检查了被害人身上 说道 的确 初步检查 这个女人外表没有什么明显暴力伤 她是窒息死的 死亡时间一天左右 指甲青子 脸部肿胀发干 颈部浅静脉怒张 此者还出现了小便失禁 这些都是窒息死亡的症状 看情形 她是慢行窒息死亡的 可能由于一根管子 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氧气 当然也不排除 罪犯觉得她没有利用价值了 把露出地面的管子堵上 活活憋死她了 杜志勋的分析 加上刘飞的尸检证明 让在场的人清晰地认识到 他们这次遇到的是一个 怎样冷酷的家伙 在她和柳飞说话的时候 丁前跟其他人一起静静听着 她已经从从前的惊慌中恢复过来 但她的注意力明显在那句 全驱在箱子里的女尸上 尤其看着她那张 被麻线秘密缝合的嘴 微微出神 但始终 她都保持着沉默 杜志勋开了一下手机试试 手机没关 不过电量很微弱 发信箱里 最后发出的短信 是向家里要输金 并告知放在什么地方 时间就在两天前 这个女人是最近失踪的一个 但是上一条短信 却让她脸色微微一变 短信只有四个字 姐姐 救我 她不由自主地看向远处的江雨昕 柳飞十分敏感 发现杜志勋神情有意 问怎么了 杜志勋把手机递给她看 说道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了 江雨昕的妹妹 也被同样的罪犯绑架了 而且 就是用这个手机 向她求救的 江雨昕的妹妹用的手机 怎么会在这个女被害人手里呢 她妹妹现在又在哪 会不会也 刘飞没再往下说 两个人环视着光秃秃的荒地 有种不好的预感 然而 接下来的搜索遇到了麻烦 他们再没有发现 类似的插在地上的硬塑料管 一直到天快黑了 也是再无收获 江雨昕妹妹的失踪 依然是一个谜 杜志勋说 不用找了 这样找我们很难找到 而且就算找到了 她看了一眼江雨昕 后面的话没往下说 以绑架犯处理人质的方式 即便找到江雨昕 恐怕也是装在箱子里 埋在地下 她已经失踪两个星期 存活的几率 维护其微 江雨昕一下变得沉默寡言 今天的经历太过跌宕起伏 实在把她折腾得不轻 她现在自己都不知道 是失望还是庆幸 失望自己的妹妹没有找到 庆幸发现的女尸不是她 杜志勋电话通知平江市刑警队 让他们尽快派一辆法医车过来 拉尸体 刑警队那边动作倒是很快 但只来了一个人 说现在大部分人都下班了 值班民警和法医得等一会儿才能来 于是就留下这个警察 看着案发现场 杜志勋一帮人回去休息一下 丁潜把江雨昕送回了家 看看表已经快十点了 离开时 他故意从徐放家窗前经过 卧室窗和阳台窗都是漆黑一片 看情形 那家伙今天肯定不敢住在这 丁潜没有注意到 在楼房山墙的阴影里 此时正躲着一个人 一双贼兮兮的眼睛顶替地瞅着他 看着他远去的背景 那人脑门上浸出了冷汗 差一点 昨天就差一点 他镇定了一下情绪 嘴角咧开 露出了嘶嘶冷笑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的 我是个天才 夜深人静 万来俱寂 只剩白天里折服的东西 才会悄然苏醒 在房屋和树木的阴影中 鬼鬼祟祟的移动 今夜格外闷热潮湿 乌云在天空中悄然凝聚 于是这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平江电子科技大学的校园 沉寂在浓重的夜幕当中 连那些荷尔蒙过剩 偷偷优惠的学生们 都回宿舍 洗灯睡觉了 在校园北区 穿过体育场的那片荒地上 不知何时围起了一圈蓝色的警戒带 在警戒带中间 有一个刚刚挖掘出的土坑 挖出的泥土堆在土坑周围 挡住了里面的景象 白天里 有去体育场的学生 远远地看见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 也就站站看一看 就走了 都没太在意 此时 深更半夜 那龙起土堆远远地望去 很像是恐怖小说里 掘开的坟墓 在昏淡的月光下 散发着阴森诡异的气息 一条黑影 犹如孤独的幽灵 悄无声息地走向那片荒草地 在距离那个土坑 不到十米的距离 他站住了 他深深呼吸 夜里的空气 略带凉意的空气流入肺中 让他又感受到了那种 难以言表的宁静 他慢慢闭上双眼 静静回味着几天前 经历过的一切 来 深呼吸 慢慢地 好好回味 那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切 那天傍晚 他拖着大拉杆箱 慢吞吞地走进校园 没有人在意他 这里无论是开学 假期 还是周末 都有很多学生拖着拉杆箱 在校园里进进出出 大家都已经心以为常了 没人留意他的拉杆箱 是不是比正常人用得要大几号 也没人好奇 他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他戴着帽子 低着头 故意把脸遮挡到最小 他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他知道哪里人少 哪里背景 他拖着箱子 穿过抵御场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他走得并不快 他留意四周 确认没有人 才走上北面的荒地 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地点 荒地中间有两栋建了一半 已经荒庆的房子 他拖着拉杆箱 走到房子的西北面 正好可以挡住 东面通往学生宿舍的那条路 那也是唯一可能 有人经过的地方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他在那里 视线已经挖好了一个坑 大小刚好把这个拉杆箱放进去 坑他故意挖深点 可以避免他的女囚逃走 他把箱子推进坑里 打开箱盖 他的女囚整老老实实地缩在里面 像子宫里柔弱的婴儿 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 他能从他不断抖动的眼睛里 看出惊口 可是他没办法向他求饶 因为他把他的嘴巴缝上了 实在太滑稽了 他看着他忍不住捧腹大笑 笑了他眼泪都出来了 他想 他是想对他说 求求你饶了我吧 你让我为你干什么都行 人是多么现实的动物啊 只要你能掌控他 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做任何事 为了满足女囚的心愿 他就在这里把他给绊了 在这里的感觉跟在床上真他妈不一样 他疯着嘴不能喊不能叫 安安静静地被他骑在下面 那种感觉来得畅快淋漓 实在是太妙了 他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这样老实听话的女人 他心里默默念叨 我今天实在忍不住 想来看看我可怜的小东西 看看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看看你蜷缩在箱子里 张不开嘴 无力挣扎的模样 他一边回忆着曾经发生的事情 一边绕过土堆 看着土坑里的打开盖的箱子 那个女人蜷缩在里面 一动不动彻底地控制在他手里 他忽然来了感觉 那种感觉像电流一样 瞬间传遍全身 他几乎迫不及待地 马上想再体验体验那种 肆虐的快感 他伸手抓住 蜷缩在箱子里的女人 用力把她从箱子里拖出来 他几乎忘了 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他把她按在地上 女人的脸随着用力转向他 月光下 女人一对凝固的眼珠子 狠呆呆地怒视着他 那张缝线的嘴 让人头皮发炸 他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差一点把晚上吃的东西 给呕吐出来 妈的 我对尸体不敢行去 我可不是变态 语音刚落 黑暗中闪出一道手电的光 陡然照在他的脸上 他双眼被晃腾了 抬手挡住亮光 耳边传来一声高鹤 别动 什么人 他顾不上回答 顾不上逃跑 感觉脑子一阵天旋地转 双手不禁抱住了头 脑海中各种犯罪的景象 瞬间被打得粉碎 他的脑子陷入了短暂的空白 呼吓的人已经跑过来 是一个女人 手里举着一把枪 准确说是一位女警察 抬起头 把双手举起来 女警站在他不远处 枪口对准他的心口 手电光照着他的脸 他终于适应了强光 意识逐渐恢复过来 他慢慢地把手放下 等到女人看见他的庐山真面目 不由地大吃了一惊 丁医生 怎么是你啊 丁前也看清了来人 居然是法医柳妃 看他一脸猝恶地看着自己 他低头瞅瞅 才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一具女尸身上 动机叵测 难怪连神情坚韧的柳妃 也被他吓到了 柳妃强坐镇定地问 你 你在干什么 手里强依然指着丁前 看来丁前如果不解释清楚 没准他真能给自己两枪 这是供情术 什么 供情术 那是什么 刘妃也是学医的 从未听过这种医学名词 是我发明的一种自我催眠技术 有的时候可以用来帮助破案 丁前刚刚在催眠的状态中 被柳妃突然打断 精神有点萎靡 随口解释了一句 从尸体上爬起来 柳妃露出一副 你不要当我是三岁小孩的神情 鸡翁说道 你用催眠术来破案 听着真够荒诞的 所以你就必须趴在尸体上 才能把自己弄睡着 不是你想的那样 宋玉林没跟你们提起过我吗 柳妃摇头 那你回去问问她不就好了 可是柳妃依然警惕地盯着丁前 明显对她的敷衍不满意 有时候满足一个女人的好奇心 比什么都重要 丁前也清楚眼下自己的处境 万一这位整天摆弄尸体的柳大小姐 忽然兴起一枪崩了她 估计所有人都会认为 自己是意图非礼 就由自取 她耐着兴致解释 自我催眠只是一种引导手段 为了帮助我更好地进入状态 不受自己主观和外界的干扰 共情术的核心在于共情 你知道什么是共情吗 共情原则是Empsey 也可以翻译为投射 神入 同理心 是进入到别人内心世界中 体验她的情感和思维 你是说 你刚才是在模仿 罪犯凶手的过程 刘飞领悟能力很好 马上就明白了 眼前看到的这些 其实都是丁前在模拟犯罪经过 模仿这个词还不够恰当 刚才 我就是真正的凶手 通过犯罪现场环境 凶手使用过的一切东西 来身临其境地感受她的心境 情绪和意图 我就是真正的凶手 刘飞玩味着这句话 若有所思 她想了想问她 如果你变成了真正的凶手 你的行为也会跟凶手一样吗 至少在我共情这段时间 应该是这样的 催眠暂时抑制我的个人思维 我的身体被她的情绪和想法占据 那你也会有杀人的冲动吗 丁前沉默 刘飞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让人难以回答 丁前沉默了一会儿 说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随便你 有冲动 同罪犯完全一样的冲动 那一刻 我就变成了真正的罪犯 刘飞瞅着地上的女尸说 就像你刚才那样是吗 丁前不知可否 那你又该如何控制自己呢 你用共情术把自己变成罪犯 如果你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你下一步不也要犯罪了吗 那共情术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我并非像你想的那么糟糕 我自己设计的共情术 我能进入罪犯的心理中 我自然也能出来 靠什么 催眠术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我利用催眠术 把自己带入半蒙半醒的状态 它就像一个开关 我要一开始给自己设定好 开始和结束的指令 当我产生犯罪欲望的时候 就会引发中止指令 我就可以从容地 从共情中分离出来 万一指令失效了 你怎么办 那你就一枪打死我呀 刘飞一领 凝重地看着她 丁前笑道 我跟你开玩笑的 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天边隐隐传来雷声 看样子很快就要来雨了 柳飞收起枪抱怨说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你这也不是单身女人 盖来的地方啊 万一凶手回来怎么办 你怕我开枪打不着她 面对这个太要强的女人 定前最好还是不跟她抬杠 柳飞说道 平江刑警队动作太慢 到现在人还没到呢 只派了一个警察来看着现场 现在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刚才在招待所看电视 说今晚有大雨 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就看到你了 共情术到底有多大作用 我不知道 但你刚才的样子确实很像个变态 丁前有点尴尬 我搞不懂你 既然你有这样的想法 白天我们在这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吱声呢 非要等晚上一个人来 丁前苦笑道 我其实也不想被人当作变态 不只是这个原因吧 柳飞何等精明呢 已然猜到其中必有蹊跷 会不会是你又和杜志勋发生了分歧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那就说说吧 说什么 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你不是刚刚用了共情术吗 那就说说 你当罪犯的时候 有什么感受 你会相信我说的 就算不信也想听听 你到底什么地方 与杜志勋不一样 丁前沉吟了一下 罪犯处理被害人的手段 他看了看 躺在脚边的女尸 柳飞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那张被麻线缝起来的嘴 这是这起案件中 最令人费解的地方 杜志勋的解释是 凶手为了便于控制被害人 防止被害人呼救 他的分析合乎情理 得到了一致认可 柳飞说 缝嘴这种手段虽然残忍 但确实行之有效 罪犯一定是一个 十分谨慎缜密的人 这一点我跟杜组长看法一样 你在怀疑什么 不 不是因为谨慎 是他想这么做 想这么做 你是说 罪犯就想把这个女人的嘴给缝起来 如果只是为了不让他呼叫 随便缝几人就好了 用了这么细密的针脚 罪犯所耗费的精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缝嘴起到的作用 这就意味着 这种行为本身不是犯罪技巧 而是为了满足罪犯的某种特殊心理 或者情感方面的需要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对其他绑架人士 也会用相同的手段的 可是这种行为 能满足什么心理需要呢 闭嘴 柳飞一证 什么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说罪犯 他在让这些女人统统闭嘴 丁浅回忆着 自己刚才共情罪犯的时候的感受 这些女人让他觉得太烦了 当他们不小心搅扰到他 他就会无比的愤怒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让他们闭嘴 他憎恶的东西就是女人的嘴 他抓住他们塞进拉杆箱里 带到自己的住处 用自己的方式处置他们 那些不明就里的女人 一定不停地哀求他 殊不知 这样反而更加刺激他 他怀着无比的愤怒 用针线把他们的嘴 一针针地缝起来 缝得又密又细 让这些整天嘎嘎不安的女人 彻底安静下来 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是最温润的女人 然后 他在强奸他们 这代表着征服 蔑视 彻底控制 柳飞套上乳胶手套 蹲到女士跟前 解开她的衣服和裤子 在她的胸脯上 看见淤青的掐痕 又检查了女士的下体 倒吸一口两气 他的确被抢劫了 而且暴力抢劫 引导有明显的撕裂 肛门红肿 甚至出现了职场外翻 还很少见到 这么残暴的犯罪 他望着丁浅 居然又让这家伙 说中了 愤怒压抑 压抑着的愤怒 就像不断加热的压力锅 一旦爆发 就会释放出可怕的破坏力 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呢 像我 像你这样的普通人 刘飞十分震惊 普通人 普通人 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 收入有限 地位不高 这样的人 是生存压力最大的一群人 夜色中 传了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大道 让他们钉而走险 非要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事情 来发泄吗 杜志勋 坚实的身影 从黑暗中浮现 他目光炯炯地看着丁浅 给人一股无形的压迫 不是冤家不拒头 这两个男人 仿佛天生的克星 一碰面就针锋相对 我的话还没说完 丁浅对杜志勋的突然到来 没有感到特别意外 除了生存压力大 家庭也不幸福 他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 中年人 有一个上学的孩子 还有一个性情暴躁 说一不二的老婆 他很憎恶他老婆 他也十分怕他 他最无法忍受的 就是他老婆 没完没了地数落他 在他老婆眼里 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 死掉都无人在乎的可怜虫 他在这样的女人身上 找不到男人的自尊 甚至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因此他选择了老婆的替代品 那些把他惹烦的女人 把他们的嘴缝上 让他们闭嘴 疯狂地强暴他们 把他们装进箱子里 这一系列的举动 都充满了强烈的控制欲 他要从征服和虐待女人当中 找回做男人的尊严 柳飞问 他既然受不了他老婆 为什么不离婚呢 丁前反问他 你还没有谈过男朋友吧 柳飞感觉到受到嘲笑 脸颊扫红 故作强硬地说 追求我的男人 比比皆是 欢迎继续收听 由此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追求不算 我是说真正的谈恋爱 如果你有过谈恋爱的经历 你就会明白 当您真正打算跟一个人一起生活时 你会学着妥协的 特别是有了孩子的家庭 夫妻双方 尤其是弱势的一方 往往会在家庭矛盾中选择妥协 他们可能彼此之间早就没有了爱情 但是努力维持着这个家庭 因为比起离婚 他们更害怕孤独 当然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罪犯是一个懦弱又敏感的男人 宁愿去伤害别人 也不敢在家里对老婆发脾气 杜志勋听他说完 不禁呵呵笑了 你把我们这个狡猾残忍的罪犯 说成一个胆小懦弱 怕老婆的小男人 罪犯本来就是现实中的弱者 否则他们用不着触犯规则 也能实现目的 杜志勋收敛起笑容 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照片 递给丁钱 丁钱接过 这是刚刚从缓缓移动的云层里 透出的月光 看见照片上分别是两具 已经高度腐烂的女尸 已经发黑 呈全区的状态 侧躺在好像医院的瓷砖台上 尸体面部已经难以辨认 嘴里烂的都露出牙床 却依然挂着一团线 看着很奇怪 丁钱一皱眉 说 这是 刘飞走过来 从他手里拿过照片 看了一眼 惊讶地问道 这不也是被缝上嘴的两具尸体吗 是在哪儿找到的 这两具尸体 现在都在塔西区公安分局的 法医室里停放的 都是女性 是上周发现的 因为腐烂严重 塔西分局把这两具尸体 当成个案来处理 直到今天才查出被害人的身份 其中一个是我们最早接到失踪报案的女人 另外一个家属没有报案 我们这边也就没有她的记录 塔西分局那边刚刚把这个消息包个给总局 我也是才得到消息的 他看了一眼 丁钱说 我来之前和塔西分局的法医沟通过 这两个女人都是窒息而死 嘴上都缝了麻线 都遭受过严重的性侵 和你疯疯癫癫 装碎饭的时候 猜测得大致相近 丁钱问 你什么时候来的 在刘飞拿枪指着你的时候 丁钱没问他 刚才为什么不现身拦住你的下属 他估计杜志勋更希望看到 柳飞给他两枪吧 丁钱又问 两个被害人都是干什么的 一个叫赵丹尼 一个叫孙薇 赵丹尼在便利店打工 孙薇是外地人 来老老家传门 你刚才说有一个没有家属报案 是谁 孙薇 她不在失踪人员统计名单里面 赵丹尼是名单里最早失踪的女人 据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 孙薇的死亡时间比她还要早一点 她应该是目前为止第一个遇害者 家属为什么没有报案呢 她姥姥老爷以为她回家了 她父亲以为她还在老爷家 结果谁都没有过问 这两个人彼此认识吗 塔西公安分局查过了 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可以说完全不认识 他们的尸体在哪发现的 怎么惊动了另外一个区的公安分局 他们的尸体都是在沙河下游 高架铁路桥的浅潭那儿发现的 丁前有点差异 距离这里这么远 沙河下游的高架桥 距离平江科技学院 少说也得七八公里远 罪犯的活动范围这么大吗 我查了一下沙河的地图 他几乎是贯穿了平江市西部 上游河道正好就在科技学院附近 我怀疑这个罪犯 当中是把两个人装进拉杆箱 扔进河里或者扔在河滩 上两个月连续下暴雨 河水涨水就把那两个箱子 一起冲到了下游 杜志勋的推测倒是很新颖 丁前听着很有道理 没有反驳 不过 这两个被害人 倒是不像眼前这一位 罪犯没有把他们埋起来 而是直接遗弃了 柳飞插嘴问 箱子来源 塔西公安局那边有查过吗 查过都是一些地摊货 不是大商场的正规品牌 没什么线索 丁前问 罪犯有没有要赎金呢 没有 我们最早统计的失踪人员名单里 只有赵丹尼 罪犯没有勒索被害人家属 只是把他嘴巴缝上 强暴之后 装进拉杆箱里遗弃了 当然 现在还要算上顺威了 除了这两个之外 凶手改进了作案方式 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法 设计出了一套 出人意料的绑架模式 从单纯的暴力抢奸 演变成了连环绑票 丁前接着杜志勋的分析 往下说 头两起作案 最凡只是处于适应阶段 之后他开始进化 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 他早就想过弄一大笔钱 只是还没有想到弄钱的方式 更没有想到 把绑架女人和勒索 联系在一起 很多连环罪犯 都会通过不断进化 提升自己的犯罪技能 形成自己的风格 作案次数越多 周期越长 风格越鲜明 杜志勋点点头 他们难得想到了一处 不仅像是一笑 这种诡异的激情 在旁人看来有点发生 几道交错的车灯灯光照过来 马大声由远及近 两辆警车开过来 其中一辆是法医车 平江刑警队的警员 终于赶到了 那个原本负责看守现场的警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看到杜志勋连忙行个礼 很热情地说 杜志勋 你来了 杜志勋没猜的 如果他是刑警队长的话 早把这样工作不上心的警员 踢出警队了 刑警们和法医 七手八脚地把尸体运上法医车 又在现场进行了简单勘查 雨已经开始下 而且越下越大 下雨是最让法医和刑侦人员 最头疼的事情 雨水能把县上有用的线索 砌得干干净净 他们围着土坑 里里外外 火急火似地 在收集物质 但雨越下越大 杜志勋冷冷地说道 不用弄了 现在收集再多东西 也是没有用了 说完上了车 丁钱早就躲在车里等着了 他可是讲究品质生活的人 不能让自己有一点不舒服 杜志勋坐在车里 外面已经下下了大雨 地面上激起了成千上万朵水花 汇聚成无数条溪流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杜志勋望着窗外 连天彻底的水雾 叹息说道 这一下什么先走都没了 这家伙真是好运气 坐在后排的柳飞一声不吭 像是默许了杜志勋的看法 坐在他旁边的丁钱 悠悠说道 我一直有个问题 刚才想问 被他们打断了 问什么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杜志勋 从后视镜里看着丁钱 我一直都在琢磨 犯罪的目标人群 究竟是什么特征 假如他从三个月之前 就开始作案 到目前为止 已经对十几个女人下手了 相当于一个星期左右 就要做一次案 这个作案密度就相当惊人了 这样的连环罪犯 应该已经形成 他喜欢的目标人群 你调查过那些失踪女人 她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像年龄 职业 穿着 外貌特征等等 不过听你谈到 头两个被害人 赵丹妮和孙薇 职业不一样 也不住在同一个城市 他们能有什么共同特征呢 你刚才不是说 罪犯是因为受不了 妻子吵闹 想找到他的替代品来报复吗 照这样说 他完全可以走在大街上 专门找吵吵闹闹的女人下手 这不就是被害人群的特征吗 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不过罪犯的作案模式 应该不是那种突袭方式作案 他平均一周左右绑架一个女人 他其实是用了很多时间来跟踪她 选择作案的时机 所以罪犯很可能会选择 特征更稳定更鲜明的对象来作案 这样也比较容易锁定目标 杜志勋没有吱声 怎么 你没有发现这样的特征 我现在不能马上告诉你 我还需要柳飞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他没说 这家伙跟丁钱一样 喜欢故弄玄虚 丁钱看看柳飞 柳飞脸上也带着一丝疑惑 平江市刑警队法医师 解剖师 刚刚在大学校园挖出的女尸 已经放在解剖台上 除了这一具女尸之外 又多出两具尸体 两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女尸 这个是赵丹尼 杜志勋指着其中一具 穿红色裙子的尸体 告诉柳飞 又指着另外一具 穿着灰色毛衣的尸体 这个是孙薇 他们是塔西公安分局 刚运过来的 这两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皮肤都变成了褐色 面部接近骷髅 很难分辨出谁是谁 只有通过污浊的衣服 才能区分出来 丁钱捏着鼻子 捏手捏脚地走进解剖室 站在柳飞身后 一脸厌恶地看着两具尸体 柳飞心灭地瞥了她一眼 你害怕 我不是害怕 在我心中 女人应该是世界上 最漂亮的生物 看到这些东西 会让我产生心理障碍的 你不是心理医生吗 心理医生也是人呢 你受不了可以出去 丁钱没有出去 他还想知道 杜志勋要干什么呢 刘飞瞧瞧那两具尸体 问杜志勋说 你是想 让我给他们尸检 塔西分局 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 你不相信他们 那倒不是 我只让你检查一些细微的地方 我们还是头一次聚集三个被害人 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出他们的特征来 杜志勋的话 也是回答了丁钱的疑问 丁钱关注的 也正是他关注的 刘飞问 你要我检查哪里 脸 脸 柳飞看了看那两具腐尸 脸皮都已经腐烂 缩水完全变形了 看着越发像骷髅 还能从哪里看出 他们的共同特征来 杜志勋指了指 平江科技学院发现的女士 她是最近遇害的 也是保存最好的 你看看她的脸 左脸 塞帮的位置 柳飞不加思索的时候 有个黑质 她观察力惊人 记忆力也惊人 早在案发现场 挖出女士的时候 她就已经把尸体的身体特征 记在心里了 让你过来 就检查一下另外两具尸体 看看他们是不是一样的 盯前扎扎嘴 说 这怎么检查呀 脸都烂光了 柳飞不以为然地 撇下嘴角 走到穿的红裙子的俯师面前 拉过一栋式紫外线灯 照在尸体的足脸上 表皮和真皮已经脱水收缩 仔细观察还能发现 一点点淡淡的阴影 她抄起手术刀 把那点阴影薄薄地刮下来 放在载薄片上 拿到显微镜下观察 然后说道 显微镜下有颗黑色素包聚集 直径大约四毫米 从深度和颜色来看 赵丹尼的左腮帮上 长了一颗黑色的混合质 她又用相同的方法 检查另外一具服饰 然后说 苏薇的左腮帮也有一颗黑质 直径大约一厘米 很像皮内质 比赵丹尼的黑质大一倍 颜色更深 位置大抵相同 陆志勋点点头说 这两人照片我见过 脸上似乎有黑质 我看不清楚 直受怀疑 现在可以确定 我们目前的三个被害人 都是左侧脸有质的女人 还有那个报案人 江与欣的妹妹 江与涵 我来之前看过她的照片 也是左脸有质的女性 这确实不像是单纯的巧合 她转向丁钱说 假如你的罪犯分析的证据 她是把对她老婆的憎恶 转嫁到其他女人身上 那她的老婆 肯定是一个左脸 有黑质或者物质的女人 所以她对这类女人 尤其憎恶 这个发现 虽然不足以 让我们找到这家伙 但我相信 我们正在越来越接近她 公安局外 此时正在大雨滂沱 地面上的积水已经汇聚出河流 伴着黑沉沉的天空 不时传出滚滚的雷声 这场大雨整整下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黎明才停 整座城市经历一番洗礼 高高低低的房屋 全部沾上一层水汽 路上的溪流夹杂树叶和塑料垃圾 卷卷流淌 一场大雨之后 人们照旧上班 无暇注意身边发生了哪些变化 两个住在河堤附近的流浪汉 汤着积水 捡那些从上流飘下的塑料瓶子 想卖点钱 他们万万没想到 捡到的不仅是塑料瓶 还有一个行李箱 行李箱是从一个土坡上冲下来的 上面沾满了泥沙 沉甸甸的 一个人都很难拎起来 欢迎继续收听 由此今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两个流浪汉欣喜若狂 以为见到了多么值钱的东西 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心理箱 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具 湿漉漉的套得发白的女尸 接到报警之后 刑警队马上出动 包围了发现尸体的现场 询问了两个报案的流浪汉 在接下来的搜查中 意料之外又在土坡之上 发现一个拉杆行李箱 一半露出地面 一半埋在土里 杜志勋下了警车 走在泥泞的路上 环顾四周环境 是一个东西朝向的坡路 南面有一片正在拆建的旧房子 北面是一个河堤 下面就是沙河 杜志勋和特案组警员们 来到发现第一具女士的地方 拉杆行还保持着流浪汉 最初发现她的样子 只是已经敞开了香盖 里面全须着一个短发的女人 上身裸露 下身只穿着一件三脚内裤 手脚都被绑着 即使不用把她的头转过来 从侧面也能看见 从嘴角开始密密封合的麻线 这个鲜明的特征 让杜志勋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个女人被泡得全身发白 身上的血管变得又黑又突出 犹如鱼网一样印在皮肤上 刘飞来到尸体前蹲下身 一边检查一边说道 死者已经出现腐败经脉网 尸体流在空气中 一般要五到七天才能变成这样 他死者是埋在地下 封在箱子里 在缺少空气的环境下 腐败速度也会随之减弱 我推测 这个女人实际死亡时间 在两个周左右 年小光问 你怎么知道 她是被埋在地下呀 这么大的箱子放在路边 不出几天就会被人发现的 被害人也不至于窒息而死 刘飞根本不屑于回答 这种低智商的问题 杜志勋问刘飞 你确定她是窒息死亡的吗 体表没有明显的伤 但是在脖子上 有几道凌乱的指甲抓痕 一般当人喘不过气来 就会本能地抓挠自己的脸皮和脖子 或者是能触碰到的什么东西 箱子里面正好能找到一些抓痕 孙着两只手的指甲全都折断了 他死得很痛苦 杜志勋看着泥地上的擦痕 这痕迹一直延伸到土坡上面 由于缺少植物 昨晚那场大雨 把疏松的土壤全部冲开了 把泥沙从高处往低处冲 汇集成了淤泥 杜志勋深一脚浅一脚地 踩进泡的西汤汤的黄泥水里 费力地爬上土坡 上面也有一些警察 正在拉紧接待 把距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圈起来 那里有个箱子一样的东西 露出一件泥土 刑警队的两个法医 正在队长孙建周的指挥下 小心翼翼地挖掘 杜志勋回过头 寻找地上的擦痕 在距离他脚下三四米左右的地方 右房有一处凹陷 泥水里还飘着连根拔起的草 如果那些泥没有被冲走 那处凹地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古包 位置在路边 不太引人注意 由于昨夜雨势太大 土包被彻底冲开了 埋在土里的行李箱 便沿着湿化的斜坡 滑到了坡下 要不是因为这场雨 谁会想到 罪犯会把被害人 埋在这种偏僻的地方 杜志勋忽然看见 泥水里有一件白色的东西 他弯腰从泥里拽出来 是一节PPR硬塑管 他下了土坡 把硬管递给柳飞 柳飞说 这箱子一角 在尸体头部的位置 有一个小洞 他用整个管子试了一下 正好插进心理箱的小洞里 同他们昨天在大学校园里 发现的庄女师的箱子 是一样的 杜志勋回到土坡上 来到发现另外一处 心理箱的地方 此时那两个法医 已经把心理箱挖出 打开箱盖正在进行 初步的检查 刑警队警员围在四周 目瞪口呆地看着 包括孙剑舟在内 全都被眼前景象给震惊了 杜志勋站在他们的身后 往心理箱里看了一眼 同样全区的尸体 同样的手脚捆绑 同样鲜明骇人的缝嘴方式 每一针都细密 紧致一丝不苟 无法想象 这几十针上百针 给被害人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和精神折磨 凶手如此享受 这种古怪的变态过程 丁钱居然说 这个罪犯就是一个普通人 像千千万万 在这座城市打工的普通人一样 工作单调 薪水可怜 生活无聊 家庭争吵 这大概是众多人到中年 还在为生计奔波 新老的中年人的写照 他们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群 也是最容易妥协现实的人群 就像生在皮肤上的黑痴 他们年复一年 丑陋不变地待在那里 让人都懒得多看一眼 谁也不曾想到 这个不起眼的家伙 也会突变 成为最致命的癌症 现场取证完毕 两具女士连同行李箱 一起被抬上法医车后备箱里 杜志勋问孙剑舟说 听说电子科技大学离这里不远 在什么地方 村建州左右看了看 思索了一下 指着南面那片马上要拆迁的旧房群 就说 应该是那个方向吧 穿过那片房子就是了 你看到那边树了吗 好像就是电子科技大 咱们去走走吧 让他们先回距离 现在去科技大呀 嗯 孙剑舟露出苦笑 这到处泥泞 没一块好地 这么老远怎么过去 他又不好反驳 杜志勋的面子 只好硬着头皮 蹬在他的后面 杜志勋到不以为然 兴致勃勃地走在前面 两人伸一脚前一脚地 踩着悉尼前行 大概走了七八百米 过了旧房群 眼前豁然开阔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 栅栏围墙后面 是整整齐齐的树木和房屋 还有一个尖尖的钟楼 突兀而上 直指着天空 孙剑舟喘了口气 指着对面说 这就是电子科技大了 哦 附近应该有后门吧 陪我一起找找 杜志勋仿佛没有看到 孙剑舟愁眉苦脸 眼睛里越发有神 甚至带着一抹笑意 杜志勋回到刑警队 法医师里的尸检 刚刚结束 这次尸检 是刘飞和平江刑警队的 两个法医协作完成的 速度自然快很多 也因为之前已经检查了三个被害人 这两个轻车熟路 很容易就确认凶手的作案手段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刘飞刚出解剖室 法医赵山还没有拖下去 就来向杜志勋回报 孙剑舟也在场 他说 这两个死者经过解剖 肺部出现肺气肿 气管内有血性泡沫状液体 这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典型特征 可以确定 他们都是窒息死亡的 其中一个死亡时间是一个月 另外一个两星期左右 缝合他们嘴唇的麻线 与之前找到的三个被害人的嘴部缝线 是同一种线 缝合的密度和手法也完全相同 还有捆绑手脚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在两个拉杆箱里也都发现了手机 发信箱里都有索要赎金的短信 可以百分之百断定 这两个女性死者 与前三个都是被相同的人所杀 只是 他之前说得很流利 却忽然一停顿 杜志勋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一流飞的文件 很少这样吞吞吐吐的 这是什么 这两个被害人左脸上 都没有质和物质一类东西 杜志勋已愣 你确定 用紫外线灯仔细检查了好几遍 其中一个脸上完全没有黑质 连黑素细胞都没有 另外一个虽然有两个质 不过一个在右眉梢 另外一个在耳朵上 这一点 与之前三个女尸完全不一样 这可有点难助杜志勋了 难道黑质 不是凶手目标人群的特征吗 可是之前发现的三个被害人 都在左脸几乎相同的位置 有颗大小很相近的黑质 难道仅仅是巧合 杜志勋对犯罪心理很有研究 通常连环罪犯 在作案的时候 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 为了满足某种心理 或者情感方面的需要 而下意识地实施某种特殊行为 这种独一无二的特征 被称为罪犯的犯罪行为标记 罪犯在选择目标人群时 也会有类似的喜好 连环罪犯往往会像挑谁的小孩 他们只会对某一类人尤其感兴趣 因此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 寻找这类人下手 从中获得无比的愉悦 心理满足 犯罪历史上 也曾经出现过一些不挑剔的罪犯 无论男女老幽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猎物 但这类罪犯的手段都比较疯狂 不顾一切 更多的表现为冲动性犯罪 有组织力的连环罪犯 大都不会这样 他们的作案很有条理 甚至过于谨慎 他们选择目标也很挑剔 绝对不会随随便便 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 和对前三个被害人的总结 再加上昨天和丁钱的交谈 杜志勋在脑子里 已经勾勒出了凶手画像 他与丁钱的看法大致相同 相信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性格懦弱 生活压力大的中年男人 他是典型的有组织力罪犯 作案手段隐蔽谨慎 既挺而走险 又生怕露出马脚 被警察抓住 而且他有集中的目标人群 他将左脸上有志和物责的女人 作为作案对象 就像丁钱说的 这是一个鲜明的特征 但突然之间 多出了两个没有特点的被害人 让杜志勋顿舍弃疑 他找来刑警队长孙剑舟 让他把统计的失踪人员照片都拿来 尤其是那些打过勒索电话的人质照片 结果惊奇地发现 有一多半的人脸上没有黑质 这让他陷入了沉思 难道是他和丁钱都错了吗 这个罪犯其实就是一个唯离仕途的绑架犯 什么生存压力大的中年男人 什么性格懦弱怕老婆 都不过是一个心理医生的异想罢了 组长 丁医生来了 经历旺盛的郭荣荣忽然在杜志勋的眼界冒出来 一下把他的思路给打断了 他怎么来了 杜志勋皱皱眉 刚想到丁钱这家伙误导了自己 他就来了 还真是讨人闲 郭荣荣会察言观色 刚要说是我告诉他的 见组长面色不善 直到他讨厌丁钱 大眼珠转了转委婉地说 昨天不是有个叫江雨昕的女孩 你还记得吗 他妹妹失踪那个女孩 嗯 他一直在找妹妹 我看他可怜 又有消息就及时通知他 人民警察为人民嘛 丁医生是陪他来的 荒唐 杜志勋一听就火了 他妹妹只是失踪了而已 你就带他来认识 你是帮他还是毁他 我看你该回警校多念两年 先学学怎么当警察 人家是好心嘛 郭荣荣很委屈地撅起嘴 见组长真活了 担心他一怒之下 真把自己踢回大学 那得多丢人呢 再说毕业之后 还不一定分配到哪呢 他急忙求助似的 朝柳飞式颜色 在特案组里 柳飞说话杜志勋还是听的 他能帮自己说两句好话就好了 没想到柳飞一点没有兴趣 双手插兜 转身走了 郭荣荣心中老大不满 什么呀 真是个怪人 忽然发现组长神情有意 他扭头一看 蒋雨昕和丁钱就在身后 郭荣荣先上楼 和杜志勋说话的功夫 这两人就到了 蒋雨昕面带病容 还没从昨天打击中缓过来 丁钱倒是一身轻松 泰然自若 郭荣荣赶紧向丁钱求助 丁老师 你都听到没有 你说我是不是好心好意 帮这位姐姐的 你的主观意识 当然是帮人家无可厚非了 郭荣满意地点点头 不过你的潜意识里 对比你漂亮 又得到男生帮助的女人 会产生一定的反感 所以想要看她的不幸 所以平衡自己的心态 郭荣荣简直要挠人了 喂 你什么意思呀你 蒋雨昕这时候站出来 对杜志勋说 杜警官 是我拜托郭警官 一有消息就告诉我的 我很感谢他 真的 当然 我也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愿 跟他无关 他这么说 郭荣荣 心气才顺了一点 对蒋雨昕的印象 也稍稍有了改观 蒋雨昕既然这么说了 杜志勋也不好再责备郭荣荣 蒋雨昕 蒋雨昕顿了顿 对杜志勋说 杜警官 我听说有一个女被害人 已经死了两个星期了 我想现在 就想去看看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杜志勋本来对丁钱有蛊火 可是看见面前这个柔弱的女孩 眼中泪痕未干 苍白的嘴唇微微发抖 又有些于心不忍 他注意到 在女孩忧伤的眼中 散发着一股 与外表 疾不相称的坚定与执着 连杜志勋这样 心肠坚硬的汉子 也不禁心软 叹口气说 好吧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 尸体不会太好看 如果你觉得不行 可以让你父亲 代替你来认识 不 我能行 江雨昕坚定地说着 杜志勋带着她来到法医室 通知了柳飞 等柳飞那边把尸体重新缝合 整理好 再把江雨昕带进庭时间 这句可能是江雨晗的女尸 被放在移动担架上 身上盖着一张白布 只露出凹凸的人形 江雨昕走到移动担架前 望着白布覆盖的尸体 简直连呼吸都停止了 手脚不住地打哆嗦 柳飞没有表情地看了江雨昕一眼 身手掀开了白布 他没有把白布全部掀开 只是掀开了头部一小块 胸口和腹部 那条更加肾忍 歪形风和切口还折挡在白布之下 仅仅是这样也够害人了 死亡两星期的尸体 五官已经走样 双眼外突 连也像冲了气势的发胀 连嘴都张开了 把封在嘴唇上的线绷得紧紧的 半截发绿的舌头 就挡在麻线后面 形成一个古怪的表情 江雨昕还是低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只看了一眼 就差点昏过去 他捂着嘴 都没看清身边的人是谁 就一头扑进对方怀里 紧接着就把一吐的酸水 全吐在对方的身上 吐完了他也清醒了 一脸尴尬地抬头一瞅 被自己喷脏的人 原来是丁钱 对不起丁医生 对不起 真对不起 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慌忙掏出纸巾 要给丁钱擦 丁钱拦住他 温和地说 没关系 没关系的 柳飞对江雨昕的狼狈无甚反应 只是冷冷地问他 你看好了吗 我 我 江雨昕实在是没有勇气 面对那颗人头 不仅仅是吓人 想到万一是自己妹妹 变成那副模样 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柳飞问 你妹妹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身体特征 比如说手脚什么部位 有胎记 或者伤疤什么的 看其他部位 总比看变性的人脸要强得多 柳飞也有细心的一面 被柳飞一提醒 江雨昕忽然想起来 他 我妹妹他脚踝上有一个纹身 这个纹身 他是江雨昕情人节的时候 背着家里和一个上大学的男生 一起逃课去纹的 一人脚上纹了一个 据说还是情侣纹身 爸妈知道之后可气坏了 老妈还打了江雨昕一耳光 江雨昕一气之下 跑到小情人那里玩失踪 爸妈东打听西打听 好容易在一个出租房插间 把女儿找到了 硬是把江雨昕拽回家 强令他赶紧把纹身弄掉 江雨昕死活不答应 结果闹得欺飞狗跳 乌烟瘴气 搞得江雨心都烦 心里还埋怨过妹妹 明知道家里这种情况 妈妈身体还不好 就不能懂点事 搞得她都不能专心工作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她又有什么呢 人活一世 家人爱人平平安安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刘飞掀起死者脚上的白布丹 江雨昕五味杂沉 眼泪又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到头来 一家人极力反对的 那个小纹身 成为她妹妹身上 唯一的表情 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死者的脚 也肿得像小馒头一样 指甲都肿得快脱落了 但看着还能接受 江雨昕从来没有仔细看过 妹妹脚上闻的到底是什么 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的位置 在右脚脚踝上红色的一小块 这具尸体右脚脚踝 却是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她松口气 不是妹妹的尸体 之后 他们一起离开了法医室 大家都很沉默 气氛异常沉闷 江雨昕终于忍耐不住 问杜志勋 杜警官 你说我妹妹都失踪两个星期了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杜志勋犹豫了一下 这个罪犯的作案手段十分隐蔽 最早失踪的女人孙薇 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 还没有找到 她不想告诉她 这些女人都是被罪犯 装进拉杆箱里埋在地里 所以很难发现 她那个失踪的妹妹 现在也许被埋在某个地方 靠着唯一的一根 通往外界的管子 来维持呼吸 三个月都没有找到 江雨昕很吃惊地说 那 现在 你们找到几个人了 杜志勋沉默了几秒说 五个 都已经 遇害了 是 是吗 江雨昕刚刚在法医室 确认死者不是妹妹 本来还燃起一线希望 然而听到这样的结果 一颗心又沉下了 杜警官 那嫌疑人 你们现在有目标了吗 昨天你们抓住一个叫徐放的人 他住在我家对面 家里有很可疑的东西 绑人的绳子 还有针和线 他都亏过我 还把丁医生打伤了 郭警官审问过他 不知道现在 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进展 他已经被释放了 江雨昕难以置信 放了 这个人很可疑啊 那些绳子和针线经过检验 都不能证明是犯罪工具 只有绳子上的皮屑 检验出DNA了 但是目前已知的五个被害人 都没有匹配上 我们昨天还派警员搜查 徐放的家里 也一无所获 所以暂时只能放了他 可是我听说 你们现在才发现五个被害人 不是失踪了十几个人吗 说不定是那些的其他人呢 那是将来的事情 我们现在手头掌握的失踪人数 有上百个 只是估计其中十几个人 跟这个案子有关 具体的排查和检验工作 正在一步步进行 还没有找到跟生子上 那些样本吻合的对象 所以暂时只能放了许方 听了杜志勋的一番话 江雨昕没再说什么 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丁浅跟他一起离开了公安局 丁浅问 你还好吧 江雨昕勉强做出笑容 没事 今天晚上还去酒吧演唱吗 应该吧 还是一间照常吧 尽量保持以往的生活习惯 这样有好处 江雨昕点点头 我知道了 两个人又走了一段路 到了十字路口交通灯 丁浅要往左走 他对江雨昕说 当你晚上上班还有段时间 我现在要去医院 你跟我一起去坐坐吗 我就不去了 我想先回家 那好 我先走了 绿灯亮了 丁浅白白手穿过斑马线 江雨昕站在原地目送的 望着他高瘦的背影 渐行渐远 不觉有些惆怅 等丁浅完全消失在事业中 他深吸了一口气 深情顿时变得坚决 有些事还得靠自己解决 他右拐来到马路 来到一个公交车站 等到一辆去家方向的公交车 上了车 一路上 他的心情始终阴沉着 回到家 看见父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母亲高兰 定泱泱的 身一个没完没了 唠唠叨叨抱怨什么 好脾气的父亲 不厌其烦地劝他 他也没打招呼 直接进了自己房间 樊江倒柜地找出一瓶房廊水 刚想出门 走到门口站住了 回头看了看 桌上放着的提琴河 犹豫了一下 回来拎起琴河 出了门 母亲一看他就来火 数落到 一天天的 也不知道瞎忙些什么 自己妹妹这么多天没个影子 也不知道帮忙找找 就顾着自己 父亲盲劝 少说两句吧 孩子最近也不容易 你看都瘦了 他不容易 难道我容易吗 母亲一下就爆发了 派着沙发高声骂道 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上次警察 我都两个家号了 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这是让我死不瞑目呀 瞎说什么呢 当着孩子的面 别乱说 我乱说了吗 我乱说了吗 蒋雨昕走出大门 头都不回 让他们自己吵去 他跨着提琴河 出了楼洞 看着对面那栋楼 静止走去 他走到一楼窗户前 看了一会儿 确信屋里有人影晃动 于是进了楼洞 来到那家门前 按住门铃不松手 里面传出一个男人 走来的脚步声 谁呀 门开了 人高马大的徐放 搭着人子托 站在门口 你是 他细意打量 忽然认出蒋雨昕了 黑须须的脸 堂顿时就阴冷下来 你又来找事吗 昨天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柔弱的蒋雨昕 抬头瞅着他 漆黑的眼睛里 突然散发出 骇人的光芒 他不知哪来的力气 一把把徐放推了个裂去 揪住他的T恤 就贺问他 我妹妹呢 你到底把我妹妹弄哪去了 徐放也没想到 这个若不禁风的小女人 发起飙来这么吓人 一下子也被震住了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疯女人 竟找我麻烦 这时候 从卧室里走出一个 穿着连衣小短裙的女人 三十出头 睡眼惺忪地打着喝去 谁呀 吵吵闹闹的 让人睡一会儿都不行 他忽然看见蒋雨昕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长相出众的女人 本来就容易 引起其他女人的敌意 现在蒋雨昕 用力抓着自己的男人 一脸怒不可遏的样子 他本能地 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立马像 被踩了尾巴的母毛 指着蒋雨昕 就尖叫起来 你谁呀 帮我男人干什么 这个小狐狸精 快给我松开 蒋雨昕根本没理睬他 继续质问徐方 你跟我说你没关系 那床上东西怎么解释 我 我怎么知道 徐方未婚妻一听就不干了 吊转枪口 指着徐方的鼻子就骂道 好啊 我说你怎么不让我过来住呢 还说放什么假权 原来是你背着我 拿咱们的婚房养小三 姓徐的 你不是人 你混蛋 你畜生 就别跟着瞎搅和了 什么都不懂你 徐方对付一个女人 都对付不了 两个女人一起逼他 他一个头都两个大了 蒋雨昕指着徐方的未婚妻就说 你跟我闭嘴 我没问你 你 女人满脸吃惊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小三 蒋雨昕揪着徐方质问道 我都问过办案警察了 那些绳子绑过人 他们还在屋里发现了男人的脏东西 还有那些 用来缝女人嘴的针和麻线 你这个变态 混蛋 你还在多少人呢 我妹妹呢 你怀我妹妹 大门开着 蒋雨昕这一吵一闹 吸引隔壁邻居和路人的注意 不少人在门外松头探脑 向里面张望 但没有一个人往形势按上想 都猜测徐方是脚踩两只船 也许是三只船 现在露馅了 被姑娘逼宫呢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根本不认识你妹妹 你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昨天把我弄到公安局里 今天又来找茬儿 你想死是不是 徐方未婚妻 二话不说 文听上去给了徐方一个大嘴巴 好吧 你都被人家告到公安局了 还骗我说昨天跟朋友喝酒 你这个骗子 负心王八蛋 都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真瞎了眼能看上你 也不给徐方解释的机会 气呼呼地夺门而出 徐方恼羞成怒 用力推葬 蒋雨昕毕竟担保 重重地摔在地上 妈的臭婊子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那些绳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绑架你妹妹 你听明白没有 她指着蒋雨昕破口大骂 甚至还觉得不够解气 走到门口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那帮看热闹的邻居 用力地把门关上了 她回身走了蒋雨昕的面前 抓紧她的衣服 就像抓小金似的 毫不费力地 把她从地上拎了起来 你不是一直污蔑我犯罪吗 好 我现在就犯个罪给你看看 你说 你想要哪种犯罪 蒋雨昕奋力挣扎 不经意间 和徐方的身体发生了摩擦 徐方神情呆了呆 双手开始不老实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她把蒋雨昕按在墙上 看着她的模样 忽然黑黑一笑 你其实长得还真不赖 你说咱俩以后别打架 做个朋友好不好 说着把黑脸担子凑上来 要亲蒋雨昕 蒋雨昕突然举起一只手 徐方只看到她手里 拿了一个小东西 还没看清是什么 蒋雨昕就朝她脸上 一通狂喷 徐方摸着脸惨叫 蒋雨昕挣脱 跑到门口想开门逃走 小婊子 我弄死你 徐方已经丧失理智了 眼睛灼痛看不清 只能胡乱四处乱抓 摇摇晃晃的 朝蒋雨昕的方向 扑了过来 蒋雨昕的心 都低到嗓子眼了 耳朵里传来徐方 阵阵咆哮 她手忙脚乱的开门 越着急 手指越不好使 徐方近在咫尺 眼看着要扑上来了 你往哪儿跑 徐方一声咆哮 一把抓住 蒋雨昕的胳膊 她想把女孩拽回去 蒋雨昕突然打开门 失去重心的身子 踉跌着跌出门槛 徐方不肯放手 蒋雨昕奋力挣扎 恰好这时候 一个人走进楼洞 目睹了这一切 沉声嘀吓道 徐方 你被捕了 突然传来一嗓子 把徐方吓了一哆嗦 她现在一想到警察 心里就发出 急忙松开手 趋力的睁开眼睛 两只眼睛肿成桃子一样 模模糊糊的 看见一个人走向自己 蒋雨昕看到来人 像看到救星了 急忙爬起来跑过去 徐方忍着疼 努力睁大眼睛 当她发现来人 没穿警服 心里起疑 当她再仔细一看 认出来人就是那个挨了自己一棒子 又处处给自己下半子的心理医生 恨不能弄死她 妈的 我正要找你呢 你来得正好 她撸胳膊挽袖子 朝丁钱逼了过来 要把一肚子火发泄到丁钱身上 蒋雨昕紧张地转着丁钱胳膊 丁一声 可是这家伙稳稳站在那 根本没有逃跑的意思 蒋雨昕怀疑 她是不是真想跟徐方打一架 难道她之前挨揍是有所保留 其实身藏不漏吗 丁钱带着冷笑看着徐方 就像看着一只束手就擒的罪犯 徐方 你以为把你放了就没你事了吗 你自己之前干过什么 想必你很清楚吗 徐方原本凶神恶煞的表情 突然一僵 站住了 愣愣地瞅着丁钱 丁钱从她眼中看到了紧张 你原本十年前就退伍了 但你在铁路局只干了五年 五年之前 你在哪里 徐方费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刚刚查到 你因为抢劫罪被判了五年 经过减刑提前一年被释放了 你找人脱关系改了档案 把不光的那一页删掉了 然后又偷关系 才进了铁路局 但是 你这段黑历史却没人知道 你也不敢让人知道 徐方愣汗淋漓 可是 可是你们不能因为 我有钱科就抓换 我这些年遵纪手法 什么坏事都没做 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地抓换 徐方不停地 往丁钱身后脚 他还真因为 丁钱带着警察要抓他了 有钱科的人 心满释放五年之内 再犯罪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你上一次犯案是因为抢劫 这一次又跟绑架勒索案者上干系 你家里那些绳子 你到现在为止都说不清是怎么来的 你说 我们可能不怀疑你们 徐方急忙回答 我上次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 那些绳子是装修房子的工人留下的 我平时也没太注意 就扔在哪儿没管 装修工人留下的吗 真的吗 你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 我想核实一下 徐方撞目走样跑进屋 我会去拿手机 我给你找找看 江雨昕攥紧粉泉 秉息怒施 等徐方出来 做好战斗的准备 丁钱拍拍他说 还站着干什么 走了 走 去哪儿啊 江雨昕一脑子没转过弯来 当然离开这儿越远越好了 难道等他出来挨锤呀 他可是武警出身 可你不是说他有钱客吗 有钱客不代表那些案子是他做的 我们还没有找到证据 那些话只是糊糊他的 江雨昕这才恍然 何着丁钱刚才是摆了一招空城剂 吓唬续放呢 演的还真相 不愧是心理医生 当然我还真挺怀疑这个人的 丁钱悠悠的说 不过不是因为他有钱客 那是因为什么呀 我刚才还有些话没说 徐方今年39岁 结过一次婚 刚离没多久 有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这些特点 恰好是我之前分析出 罪犯的身份和背景 他完全符合 江雨昕几乎叫起来 既然这样 那就肯定是他 为什么不抓他呀 你先冷静冷静 听我说 首先我的分析只能作为参考 不能作为证据 其次 我怀疑 罪犯选择足脸上 有质和物责的女人 作为目标下手 是因为他老婆就这副长相 以此来发泄对于老婆的不满 不过我查过徐方的前妻 他足脸上并没有质和物质 也没有其他和那些被害人相似的地方 我的推测 目前来说还是有点站不住脚 所以只能暂时放他一马 不过 他现在既然已经暴露了 只要有什么异动 警察就能发现 行了 走吧 蒋雨昕一边走 一边还不放心 不时地回头往身后瞧 生怕徐方追出来 丁前走得四平八稳 说 放心吧 他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他很怕被我们抓走呢 丁前说得没错 他们离开之后 过了半个多小时 徐方才战战兢兢地走出来 愁眉苦脸地说 我找遍了 就是没有找到 那些装修工人的电话号码 可能是我老婆上回玩我手机时候 不小心给删了 无人回答 他走出大门 发现丁前和江雨昕都不在 心中有些纳闷 丈大胆子出了楼洞 四下张望 没看见警车 也没看见穿制服的警察 他纳闷地琢磨了半天 忽然狠狠一跺脚 骂骂咧咧地说 操 我被孙子耍了 我被孙子耳闷地说